马而不笨 挪威研究员两周教会马 看图说话 挪威研究人员利用符号 让马匹告诉人类 他们当下的舒适程度 因而在动物认知的研究上 有了重大突破 在研究当中 23匹马被置于热 冷 温 三种环境中 并有三个不同的符号的板子 能够用来表达他们当下的感觉 如果马用鼻子轻推横线的板子 他是在告诉研究人员 他觉得冷 需要盖毯子 如果他轻推直线的板子 表示他觉得热 才要把身上的毯子脱掉 如果他轻推空白的板子 表示他现在觉得很舒服 若选择正确 他们就有红萝卜可以吃 马匹选择的符号 是否符合他们的舒适程度 其实很容易判断 研究者让马盖上 特别设计的厚毯子 让他们热到不舒服 不然就是将它带到冰冷的户外 让它们自然而然想盖毯子 这些马每天接受10到15分钟的训练 只过了14天 就学会表达他们的感受 继猩猩 海豚和鸽子以后 这项新研究 也将马正式列为 可以经由符号 与人类沟通的动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